市長,郭文貴表他要來針對立正總統,你怎麼看? 各別委員他們的一些行動,我們不應平衡,我已經說過 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當初原始的想法,是看到民進黨貪污腐敗太嚴重 因此我們希望在野的立法委的席制,國民黨的席制能夠增大 盡一己之力讓國民黨立委越多越好當選,我們也希望過去八年民進黨的貪污腐敗 未來在賴清德領導之下的政府,能夠良心發現改邪歸正 可是我們不知道,善良的台灣人民,完全不曉得未來四年賴清德的政府能不能夠清廉執政 這個時候在野的所有立法委員團結起來,形成一股強大的監督能力,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別,我們再三跟選民保證,我們一定要恢復特徵組,專門針對貪污的大官要整辦 所以在野的立法委員希望大家能團結起來,這才是我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給自己的要求 我也相信是廣大的民眾對我們的要求,讓我們一起團結起來,謝謝